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有趣的人,生活看起来都很高级 一起来听 作家贾平娃说 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 人这一生最要紧的是活得有趣 若是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 将生活过得如荒漠一般了无声趣 还有什么意思 而有趣的人,即使眼前满是苟且 依然能拨开迷雾,找到诗和远方 无论遭遇多少坎坷磨难 依然能高唱着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行之暮年,依然会笑呵呵地说 不要愁老之将至 你老了一定很可爱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衣 有趣让苦闷的日子笑出声 王小波说 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 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我要做的就是把它讲出来 16岁那年,王小波去云南插队 那时王小波已长到一米八四 大高个子,掘在水田里 像半截黑柱子,还得查一整天的秧 腰都累断了 王小波却说 后腰像是给猪八戒住了两耙 苦不堪言的事情 瞬间变得妙趣很深 有一段时间 王小波每天都得用独轮车 推几百斤中的猪粪上山 他以为难不倒塌 没想到才干了三天 累得胆汁差点吐出来 尽管如此 他仍不忘调侃 还好那些猪没有思想 不然他们看到 人们不遗余力地 要把他们的粪便推上山 肯定要笑死 苦闷的生活 煞时变得趣味盎然 王小波也喂过猪 其中有一只猪自由不羁 喜欢到处乱逛 吃饱了就跳到房顶晒太阳 还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 人们捉不住他 对他又气又闹 王小波却十分喜欢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还尊敬地称他为猪兄 他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写道 我已经四十岁了 除了这只猪 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 对生活的设置 相反 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 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置若素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 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一个有趣的人 外界环境再糟糕 也绝不会一味抱怨 苟且地活着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能把干瘪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苦闷的日子里 也能笑出声来 许多人觉得婚姻是一座围尘 冲进去了就被一地鸡毛包围 而有趣的人 即便深陷柴米油盐 也能将日子过得熠熠生辉 钱中书和杨将婚后 有一段经济困顿的时期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杨将 包揽所有家务 劈柴生火做饭 经常被煤烟熏成黑脸 杨将却笑着说 自己是造下壁 趁杨将午睡 钱中书拿毛笔在脸上画胡子 没想到杨将的脸比宣纸还吃磨 反复清洗 脸上还是有淡淡的磨痕 两人逗得哈哈大笑 钱中书的小猫和邻居 林徽英的大猫常常打架 小猫打不过大猫 不管多冷的天 钱中书一听到小猫喵喵叫 就立马从热被窝里跳起 拿着竹竿冲出来 保护自己的猫 林徽英的大猫常常被打得落荒而逃 杨将怎么劝都劝不住 有趣的灵魂能把一地鸡毛的琐碎化为云淡风轻的坦笑 让枯燥的生活开出花来 将每一个平平淡淡的日子 过得熠熠生辉 生活有了有趣的底色 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慌张 活得有趣 人生才有意义 蔡兰人称中国第一时神 金庸也感叹 论风流多意 我不如蔡兰 她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 一次蔡兰夜间坐飞机 万里高空上 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停 身边一个老外紧紧抓住座位 蔡兰却悠然自得地喝着红酒 飞机稳定后 老外很好奇地问蔡兰 嘿老头 难道你死过吗 蔡兰说 我活过 蔡兰一生就是去吃 去喝 去玩 去乐 有趣地活着 蔡兰曾豁达地写道 生老病死 是人生必经之路 既然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去玩 活得不快乐 在场受又怎么样 今天比昨天活得更加快乐 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 杜撰了一道 二十四桥明月夜 蔡兰嘴馋不已 和几个香港名处反复琢磨 将整只精华火腿锯开 用电钻挖二十四个洞 用雪糕器舀出圆形的豆腐 塞入洞中 蒙火震八个小时 果然做出了金庸笔下令红七公 十指大洞的二十四桥明月夜 尝一口豆腐皆入味 菜篮大呼过瘾 每到一地 菜篮必定提着菜篮 悠闲的广菜市场 看着丰盛新鲜的瓜果蔬菜 朝自己微笑 心满意足地提一满篮回家 变成了一顿美味佳肴 当一个人每天兴致勃勃地 参与柴米油盐的生活 对世间万物 人身白态充满好奇 不因年岁增长而丧失顽心 这样的人 谁能说无趣呢 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 并不是年岁活的最大的人 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 活得有趣 在人间阴火里 感受生活的诗意 在一书一饭中 找到人生的乐趣 将每一个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才能如菜篮一样 理直气壮地说 我活过 一辈子很短 不要在哀声叹气中 虚度时光 去做一个有趣的人 去寻找生活的乐趣 去过有趣的人生 因为有趣的人配得上 这世间的一切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